欢迎回来全日总结的时间格 坐下身边的嘉宾 就是要财政圈分析员王伟豪 Wafi 你好 你好 今天港股的表现是先低后高 尤其是上升90几点 到23,300几点的水平 成交额有600几亿 期指方面现在仍然升69点 暂时低水62点 国企指数升123点 是12,875点 今天港股的表现你又如何分析 如果你说分析今天港股的表现 的确像刚才Leco所说 有一个经验来形容 因为上星期末日本方面地震 都会预期今天开市来说 可能跟着日本股市 甚至环球股市来说 有点低海或者跌幅来说 预期很明显 但整体来说今天收市 都很符合 今天早上来说 都觉得市场不是太弱 兼施来说都会做得好 最主要因素来说 美市方面 为什么特别倒升上来 最主要的第一个因素 当然是跌的幅度 其实上星期五 相信已经反映了大部分 因为上星期五 一发生地震的时候 港股来说 当时大家有印象 几分钟内跌势来说 几急 可能大概两三分钟 都跌了二三百点 最多跌到五百点 当时那一刻跌幅 相信一来已经反映了大部分地震方面的负面因素 二来大部分投资者 可能有些散户来说 在那一刻 或者过一段美市那几钟 有机会被跌市来说 下一刻去到沽货 离了一场先 所以令到今天开始回来 沽压不算太大 所以你见到今天来说 成交也不是非常大 暂时可能大家经过一个 这么大的灾害 可能暂时都会有点审慎 因为都怕原本今天跌得多 所以今天你见到成交大概六百多亿 如果成熟技术上图表 我觉得暂时股市 即是港股来说 又跌回到这个环境区 就是之前一直说的 两万两千六左右 跌到两万三千六这些位置 我觉得暂时来说 都未正式完全去突破这个位置 都难以再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暂时来说都比较围绕着这个区域造走 但是再下市一些空间又没有 我觉得要照顧 可能日本方面 未来有些新的负面司机再出来 如果有的话 有机会再带动港股 即是虽然说今天有一番微星 但是我觉得有机会 都还带动港股 是下市回到二万三千点的支持位 即是二万三千点 其实今天都曾经试一试过 但是你见支持力好像有回到 之后反弹上来 如果你说后市 二万三再不穿的话 我觉得有机会很明显 即是成组人月中 甚至是再多一些大型蓝筹 例如恒隆 即是中建东公务结局之后 有机会再带动港股 即是抽上去突破二万三千六 更加去到 即是两次市回到二万四千点的关后 好 谢谢 另外 看看今天内地股市收市表现 内地股市今天收市都做得很好 就见到上市中落指数在二千九百三十七点 升了三点 沪深三百指数升十五点 首部三千二百六十二点 深圳城市方面更加升一百一十点 去到一万二千九百五十八点 今日内地股市早上早的时间都是跌的 收市的时间都升了一点点 内地股市的表现你如何分析 如果内地股市方面 近期来说表现比较强细一点 因为承着上星期整个星期 可能两会会议带动之下 其实你说实质是不是非常利好的 一些政策有出来呢 其实是见不到的 只不过围绕着两会的话 当时的股市来说 那段时间都会做得不错 今次也不例外 的确来说承着上星期 整个星期的两会会议 预期回来 现在开始十二五规划的一个年期来说 都会真正去到 切拾投放的压度 这些小小利好因素 带动到中国内地股市 特别上证来说 就未做得太过差 而且你说 从之前技术上来看 其实突破了两千九百三十九点之后 你会见到走势都叫做反复向上 虽然一度都尝试有三千点 但是你见暂时来说 三千点的关口可能阻力都还有在 要花一点时间 或者少少的一个推动力 推动力的话 当然也是成交 那两地其实是一样的了 暂时来说 可能都处于少少观望的状态 因为来说 两会又完结了 兼且日本又有一些障害 再加上外围环境 不菲的地缘政治来说 暂时都未完全解决到 暂时都未完全解决到 所以少少都还是比较审尚 我觉得入市的医抑来说 可能还会比较薄弱一点 如果你要劝缺这个明确的一个上升的动力 那来说暂时上证 要突破三千点可能还要等些时间 但如果假如成功突破三千点或者站稳的话 我觉得有机会尝试中线少少 或者长少少的两个阻力 大概就是三千百八十点这些位置 那来说 到真正达三千点 上市的机会比较大 好 谢谢 另外 我们不如看看蓝筹股今天收市的情况 见到汇控升一毫半的报八十三 中移动跌两毫半去到七十四个三 中行升两先报四个一毫七 公行升九先报六个一毫九 建行升五先报七个一 港交所跌六毫报一百六十六个四 新地跌过七报一百二十二个八 长宅跌八毫报一百二十二个四 中人香港跌一毫去到二十四个七毫半 国寿升五先报三十五千 中海油升两毫四报十七个九 中石化升一毫七去到七个九毫四 中旅升五先报七个四 中国海外升四先报十三个四毫八 腾讯升七个四去到二百二十四 今天见到国寿方面先跌后回升 其实大家都说到保险股方面的走势 因为日本地震都会疲弱些 你又怎样看国寿的走势 如果你说保险股来说 会否受着日本地震方面的影响 都会担心一些保险股的赔付率方面的问题 如果之前买一些保险的 可能对于他们的赔付率来说 是会比较有一个抽升的状态 最实际的影响当然是他们的盈利方面的前景 但如果你说至于日本方面的地震 会否令到国寿 甚至于一些内地的保险股 好像平保这些的话 是有一个太明显的影响 我觉得未必会是太实际的影响 因为始终来说 三个内地保险股来说 主要业务还是集中在中国内地方面 特别以国寿为例 最主要做一个内地的受险股业务 这方面对于他们来说 国际性的灾难 或者对于他们来说 那个赔付的问题不是太明显 反而如果你说 一些保险股来说 比较受害程度大一点 可能是一些国际性的保险股 比如好像云里 或者1299的AIA来说 你会见到 今天都有些新闻说到 即预期回暂时 虽然未知 确实可能赔偿 或者保险方面的损失有多少 但也会预期一些国际性的保险 即是机构 例如AIAG 即1299的母公司 这些来说 一定会牵涉其中 所以都会担心 反而会对国际保险股来说 可能那个负面因素 或者影响股价的反应 还会比较大一点 而不是一些中人手 主要中人手 为什么今天比较跌得多 我觉得通常 其实中人手来说 暂时那个势头 其实不是今天比较弱的 其实一直来 都仍然处于比较弱的状态 如果由高位跌下来 一直都在30分附近浮沉 就未至于有太大的一个 推动上去的势头 暂时来说 最主要问题存在 都是围绕着最主要业务集中 在中国的一个 受险的一个范畴 不像平保那样 去到发展其他的业务 好像银行 证券 没有做一个一站式的业务 如果对于推广的保险产品来说 的确有些负面影响 如果你说平保为例 可以在自己银行里面 推销自己的一个保险产品的话 对于那个业务的一个增长 或者成本控制上 是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人手方面 其实都弱了比较久 再加上人手方面 大部分人都会知道 始终现金方面 总比较多些 最主要投资在内地A股等等 A股方面 刚才也说 暂时没有明确方向 向上突破 都会比较难 带动国寿股价 再向上冲多 突破 可能28至30元 这些区间 谢谢Wafi 另外 今天食品股美市被炒上 看看今天的表现 中良油升2.6 去到8.28 康师傅升7.4 去到19.28 中国食品液市跌3 乳润食品升3.5 报25.65 带城食品升1 先到1.41 蒙牛升1.3 会员果汁跌1.1 报5.22 旺旺升了接近半成 升3.2 报6.79 天日果叶跌3 合生元跌2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要问Wafi 刚才说过的股份 有没有持有 没有 谢谢 恒指收市升96点 报23345点 拜拜